我上一次见亮影采访她 应该是06年 那差不多就11年之前了 所以我印象中的她 还是11年前那个小孩 有时间我都抓紧时间在吃 我觉得基本上周围 不管是同事或者是 其他的朋友看到我是 好像感觉我像是 随时都在吃一样 这时候突然超女爆红之后 对于媒体对于外界 是有戒备或者陌生的 谢谢 谢谢 还好多人就说 说你说话跟记者在一起 或者采访你的时候 你的状态是不太爱说话的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那其实我不知道 跟第一次见面的人 应该说什么 是一个特单纯 然后还不太会表达的一个 小朋友 一方面我明白一个人11年 他经历了好多事 早就长大了 但因为一直没有再接触过 所以我的记忆还 冻结在那个时候 是这儿吗 来了 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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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姐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欢迎欢迎 你家有脱鞋吗 没有不用 不用啊 谢谢 我们家因为有猫 所以完全不用脱鞋 人多他有的时候害怕就会躲起来 对对对 我把一个东西给你 什么 今天林一伦给我寄来的 里面是各种的火锅调料 我知道 因为他也有给我 再给你一个 好 你有俩了 坐吧 谢谢 随便 这是偶像吗 满的了 没有刚好看到这一张 然后就满回来 刚好这里空 没有别的原因吗 我以为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还好 因为这个是 是Michael买的 对他可能有特别的意义 对 因为亮影住的地方 离我家很近 我差点可能会住哪 就是那个地方我很熟 但有一点特别逗 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家 把那个什么 什么健身器材 按摩器材 就是放在一进门的客厅 最主要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那个挺逗的 我是专门把这边 所有的东西都扔掉 然后就 就为了要那什么 是吧 调整一下生活状态 这个是因为我前的时间腰不好 我就拿了一个 这是干嘛的呀 这是可以把自己搞定起来的一个 就是可以拉 撑一下那个腰 但人不用动的是吧 不用 特别简单 你把自己的脚固定在这里 让你的腰 我要腿放在里面吗 对 放在里面 不会有任何危险 踩在上面 踩在上面 不会 肯定不会 然后你躺平 这样子 你如果会觉得 头有冲血的话 你告诉我 会觉得发脏的话 你告诉我 不是 他这样挂着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腰 用你身体的重量 把你撑开一点 这样 就是兼换腰疼 腰不疼吗 我的 我是腰疼 又什么 但我觉得这样掉得很舒服 我们今天 我觉得很舒服 平躺自主可以躺一天 对 如果说所有的采访都可以这样做的话 可以啊 工作好 好轻松啊 好 主持人可以要求下来 好 好 好 这你